大家好我是小迪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凱迪特KQZ 最新的大搖特殊規格的版本 我們先快速講一下他本身的規格部分 本身的尺寸是不包含搖桿的話 是36x25x5公分 重量部分不包含搖桿的按鍵的話大約是1.4公斤 相當輕 算是符合KQZ 他這個輕薄的特色 那上蓋的部分是使用壓克力 你可以加底圖的部分可以客製化 那原本 綠色的三核按鍵 跟搖桿的部分 我自己是另外更換成韓國搖桿Nin Label Neo 按鍵的部分我是先使用三核的透明按鍵 而本身是採用金屬的機身 背面部分的話是全版的止滑電 基本上該有的按鍵都有 支援PS3、PS4、Switch、PC 那機板部分我是使用GP2040的機板 也可以升級成支援PS5 而我這次是特別訂做機 Crossout的版本 最大的特色就是除了原本 左手的搖桿以外 右手的部分增加了上下左右的按鍵 當然有些人會問說 這是不是符合比賽的規定呢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做了相當多的研究跟調查 目前可以確定的就是除了快打旋風 的CPT賽事 是不符合他的規定以外 其他所有的賽事包含像鐵拳的TWT 或是 ARC的AWC 或是像EVO之類的 這類的賽事都沒有違反規定 以快打6玩家的需求 也要符合CPT規定的話 我們會推薦使用KQZ 原本的11件版本就可以了 而這個Crossout版本主要是推薦給鐵拳玩家 主要原因是可以利用右手來輔助左手 來達成一些只靠左手會比較累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做幾個簡單的範例 第一個是連續封城布 連續封城布通常是按前 再按下 再按著前斜下 那我們把下跟前斜下 用右手來控制這兩顆 那左手推前 所以節奏感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呢你就可以慢慢加快速度 第二個動作是 墜速封城拳 墜速封城拳 墜速封城拳通常指定是按右 跟下 然後當你輸斜下的同時呢 你要同時按右手 那我們把指定簡化部分就是說 你把右 跟下 用左手來操作 當你按著下的時候 你再按右 的時候 就會變成右斜下 那這個時候你右跟右手同時按 就會變成同時 就會變成前斜下 就會變成前斜下跟右手同時 那這個情況下如果你速度快一點 就會變成這樣 再來就是 目前只有莉娜 跟18才有的 就是所謂的霧主 莉娜不叫霧主 但18叫霧主 就是你推6的時候 他會有個小動作 然後這個時候你同時按斜下 跟右拳的話 他就會觸碰成同時 但是你右拳跟 斜下要同時按 他才會出最速攻成全 所以我們可以把指定稍微簡化一下 就是你的右 你的右 跟下同時按是等於斜下 那再加右手的話 就等於是前斜下右手 所以等於是這三顆同時按 所以這時候要推6 在這三顆同時按 就會有最速攻 但右手跟這兩顆 要同時按 等於這三顆一定要同時按 如果有哪一顆比較早按的話 他就會失敗 所以這個難度稍微高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你推 左手推右跟下的時候 然後右手跟右同時按會比較 比較 穩定性會比較高 第三個範例是連續後退步 通常連續後退步 你必須後後後斜下 放開以後再後後後斜下 那我們可以用所謂叫socd的方式 所謂socd就是當你按著後 但是你同時 你的右手按前的時候呢 他會等於什麼都沒有按 後加前 會等於什麼都沒按 換句話說 如果你按後 按著後的時候 你按一下前的話 他就會等於6 不好意思他就會等於4n4 這樣子 但就會變後後 那你按著後再下的話就會變後斜下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socd的方式來做一個快速的連續後退步 指定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方式呢就可以套用在 就是當你使用這隻搖桿的時候就可以做一個比較簡單的連續後退步 當然練久的話速度就可以加快 第三手是具有236滑步的角色 例如像莉莉 他有這種236的滑步 那如果你也可以只用右手來操作的話 他會有個節奏感 稍微練一下就會比較熟 那如果你要出236左腳 你只要這三顆照順去按著 排桶方式是莉莉昌劍的後左手 後左手按著前 進滑步 那你也可以用後左手以後 用右手按前 這樣就比到不會那麼細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保羅 那基本上保羅也是有236滑步的角色 所以你也可以像 只用右手 這三顆 快一點 就可以比較怪出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是保羅在滑步的時候在前斜下 他會有第二個滑步的動作 那這個第二個滑步的動作如果你按著他會有其他的派手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右手的方式來做補助 所以你可以這樣滑步以後 再用左手去堆前斜下 就會比較怪 會比你平常直接這樣滑還要快 好那玩家們可能會問說這一台價格到底多少錢 那基本上如果說沒有需要刻定面板 然後沒有需要支援PS5 以最低的三顆的標準價格來講 大約可以落在5800左右 那如果有另外需求的話 等一下會在影片的後面會列出 所謂加購的部分的一些價位表 可以供大家做參考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下次見 掰掰 我下次見